你又在錄啊? 有 有沒有,我是不是叫你要這樣畫 然後慢慢畫,不要紙 好,這就是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樣畫就是 把你之前沒有畫到的一些角度的東西把它畫出來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 你之前是不是這樣子畫 那如果有些東西你就沒看到了 那我今天換個角度畫 你說有些東西就會看得到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知道 欸,你之前上我的課不是我有教過你嗎? 就以前上服裝畫的課的時候 還是已經已經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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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點印象 畫那個動物的時候 你看我這樣的畫,我是不是就是把你之前沒有看到的地方都把它補起來 對不對 這樣你才會越畫越好 然後你的色調是黃色性可以加點冷 那個什麼 紫色系 因為它是對比 紫色 因為它是對比顏色 紫色跟黃色是對比顏色 紫色跟黃色是對比顏色 這樣知道嗎? 知道 然後 這樣它那個會更明顯 我到時候去餐長的時候 該不會有些人會覺得我很有創意吧 因為顏色下面的植物都是我自己想 我跟媽媽自己想 因為我媽媽知道我不太會畫玫瑰花 所以你就畫那個新葉草 剛好我也喜歡四葉草 嗯 你那商品你去做了嗎? 還沒 就是已經 決定要做什麼了 然後還沒還沒做 五月就要那個上場 嗯 你有預計什麼要去做嗎? 我有四張圖片 我好像就有點預告 我想每張做一個商品 用一張圖片 可以嗎? 可以嗎? 可以啊 你說你有四個商品 嗯 然後每一個都不同的圖片 對 可以啊 你有沒有看我怎麼幫你修改 就是 現在還有在錄對不對 對 這就是 好我這個角度就是把你 剛才 之前沒有畫的地方再加強 但你也要自己畫 我只是示範給你看而已 好